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已经说了半个小时 她说她是我亲妈 当初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抛弃的我 说她不容易 说她这些年一直在找我 我一边点头 又吃了一份牛排 还让服务员再打包三份 带回去给室友 许愿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看着有些不耐烦的女人 漫不经心点点头说道 有啊 你继续说 她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等服务员打包好牛排 我拎着对她说道 我们改天再约 记得结账 至于她有没有吃 这顿饭多少钱 关我什么事 她是我亲妈又如何 我就要跪下来 听候她差遣吗 她以为我三四岁的时候 没有记忆 偏偏我都记得 非打急骂 被丢在粪坑差点溺死 她用钳子把我的指甲 她很多次想弄死我 我五岁那年 被卖给现成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 男的酗酒 赌博 嫖娼 还吸毒 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斩接迎客的小姐 酗酒 赌博都也没落下 她们买我的原因也简单 长得好看 养大了能卖钱供她们挥霍 她们让我在家洗衣做饭 不送我去读书 推托之词就是没钱 九岁那年 男人朝我伸出魔爪 我反抗拿菜刀伤了她 她把我打个半死 我就半夜在厨房磨菜刀 随便她怎么打 只要我爬得起来 我就去厨房磨菜刀 光脚不怕穿鞋 她们怕了 把我撵出门 我用仅有的一块钱 打通报警电话 举报她们聚众卖淫吸毒 我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 然后遇到世上最好最好的奶奶 奶奶靠捡垃圾为生 求了很多人才给我上好户口 让我成为许愿 给了我一个家 我们的家阴暗潮湿 尽管里面堆满了垃圾 一年四季臭哄哄 但是奶奶咬牙送我去读书 她说 愿愿 我们这样子的人 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奶奶的话我记在心里 从不敢懈怠 更珍惜读书的机会 我想着等我长大赚钱 就能给奶奶很好很好地生活 可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奶奶癌症晚期 但奶奶不是死于疾病 而是摔倒后炉内出血 昏迷不醒 警察调查后说是意外 但我知道不是 监控里 我看见了那个姓范的女人 我说是她推倒我奶奶 但是警察查了 没有目击证人 我知道所谓的亲妈 为什么会上门来 因为奶奶留给我的屋子 面临拆迁 据说可分得拆迁款近千万 怨怨 室友的声音让我回过神 被开身擦拭眼泪 告诉他们我带了外卖 让他们趁热吃 哇塞 是牛排耶 怨怨 你中大奖了吗 我摇摇头说 冤大头请的 导师让我过去 跟我说起出国交换的事情 因为需要自费 让我考虑清楚给她答复 我不太想出国 出国后离奶奶很远 清明都没办法 给奶奶扫墓 而我要做的事情 闹大了会被开除学籍的吧 老师 我会好好考虑 过了几天 他们又来了 这次是一家子骑上阵 他们脱家带口 出现在学校 只名道姓地找我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格外热情 一个个笑地露出大黄牙 喊姨妈 喊姑姑 跟我要这个要那个 仿佛我是善财童子 姑姑 你什么时候 给我爸爸买别墅啊 我看向开口的小子 他四五岁吧 问得愚蠢 笑得天真 我捏捏他的脸 等我拿到拆迁款就买 想从我手里薅钱 真是痴人做梦 我许愿这些年 是白活的吗 兴许是我答应给买房子 他们都高兴极了 欢天喜地带着我回他们的老家 现成三室两厅的房子 我提出回到家的第一个要求 我要住主卧 主卧是周成两口子的地盘 里面的东西看着还挺新 赶紧 赶紧给你姐把屋子收拾出来 周成媳妇不乐意 被拉着去教育开导 范女士带着两个闺女收拾 我在一旁说道 这床也要换 我不睡别人睡过的床 梳妆台也要换 这些床单 被褥我也不要 我嫌弃到直翻白眼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看着他们脸色不是很好 我也变了脸色问道 你们不会不欢迎我回来吧 范女士立即拉住我说 愿愿 你别误会 妈怎么可能不欢迎你 妈就是想着 这些年对不住你 得给你买点好东西补偿你 行啊 我拉着范女士出门 直奔珠宝店 先来一个大金手镯 戴上真好看 贵气还显手白 二万左右 范女士付得咬牙切齿 我又去看凤差 她忙拉住我 愿愿啊 那凤差等你结婚的时候 妈再给你买 现在你也用不上 我看着她笑道 行 那就买这个金算盘吧 不贵 也就七千多 我管她愿意不愿意 直接让导购开单 看着她黑沉沉的脸 乐滋滋的去挑床 不好的我不要 睡着不舒服的不要 没有保健功能的不要 这一烫出来 花掉她五万多 我心情甚好 哼着小曲 朝厨房催促道 快点 我饿了 来了 来了 看着桌子上的菜 我砸掉筷子说 你们说的欢迎我回家 就给我吃这个吗 一点诚意都没有 还想我给买别墅 做梦呢 我甩开范女士 拿着包包就走 范女士连忙来追 我能给她追上 那我就不是许愿了 我回到何奶奶曾经的家 奶奶 我喊了一声 没有人应答 墙壁上的遗照 红木柜里的衣服 却又告诉我奶奶还在 我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 躺在何奶奶睡了十多年的床上 朦朦胧胧间听到声音 奶奶 我欣喜地叫着跑去开门 是街道办事处的刘阿姨 我知道她是来劝我签字 然后拿拆迁款 不是我想做钉子户 刘阿姨 你给我些时间 最多一个月 愿愿 人要往前看 要往前走 你奶奶希望你过得好 话是这么说的 可那是我相依为命的奶奶呀 即便身患癌症 只要心态好 好好休息 也能多活几年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房子确实要拆迁 拆迁款三百多万 我不要安置房 又加一些 谣言是我找人放出去的 钩子是他们贪婪 自己咬的 我抱着奶奶的衣服 睡得有些沉 木门传来砰砰砰的声音 许愿 你开门 我知道你在里面 他们倒是尚赶着来送后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慢慢吞吞地起床 洗脸刷牙 完全不顾那脆弱的木门 会承受不住暴击 在他们以为我不再准备离开的时候 才把门打开 饭女士气的脸色发青说道 你在家什么不说话 为什么不开门 我灭她一眼说 你敲门我就要开门吗 这是哪里来的道理 你 你要反悔 我笑出声 把饭女士推出去些 不让她跨过门槛 免得脏了我的屋子 我为什么不能反悔 你们光想着我的钱 却连口好饭菜都不给我吃 有那个钱 我要吃什么没有 我说完翻了个白眼 你 饭女士气节 但她这种人 为了钱可特别能屈能伸 怨怨 妈不是不舍得给你买好吃的 这不是咱们才团聚 妈还不知道你的口味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是吗 我心思微转 我喜欢吃海参豹鱼帝王蟹 还喜欢吃三文鱼 大虾 什么贵我喜欢吃什么 反正不是花我的钱 我可不会心疼节约 可是你说的这些 妈见都没见过 不会做呀 我说 请厨师来家里做 怎么 你连这点小愿望 都不满足我 说什么真心欢迎我回家 都是假的 你们就是想骗我的钱 饭女士急了 忙说不是 妈不会做 厨师来家里也施展不开 咱们去外面吃行不行 行啊 去外面吃更可以坑他 我直接要去最贵的赐身店 人均上千那种 周家其他人也要去 饭女士没答应 就他跟我两个人 我点了一堆 他就点个寿司 我吃得津津有味 他看得哀声叹气 一结账 两千多块 他肉疼的走路都亮呛 我就跟他画大饼说 等我拆迁款拿到手 都给你保管 给周成买房子 给你买个按摩椅 再买辆车 剩下的你给我存着 饭女士一听 又原地满血复活了 我又把他忽悠进了金店 美其名要给他买对耳环 再买个戒子 最后是他付的钱 看他那美滋滋的样子 我比他还开心 然后我又拉着他进水果店 买了上千的水果 平时我舍不得买 舍不得吃的 今天都可以吃个痛快 愿愿 你不该买这么多的 这才多少啊 我那拆迁款 有一千万呢 你不会连点水果 都不给我买吧 买 买 妈给你买 她是真的怕我走 一千万呢 一张一张树 手都能数算 大带小带地回到周家 他们一家子半个小时不到 就把水果吃得干干净净 我直接掀翻了茶几口道 明明是买给我的 凭什么让他们吃了 既然你们让我不好过 我现在就走 你们也别指望我拿一分钱 范女士忙拉住我说 愿愿 这些就给他们吃了 妈重新去给你买 多买点 放你屋里 你慢慢吃 我白眼一翻 冷哼道 这还差不多 范女士马不停蹄地去买 回来汗流加倍 气喘吁吁 我是一点不心疼 理所当然接过水果 拿到卧室慢慢吃 吃一半丢一半 我乐意 我躺在床上 想着要怎么做 才能骗光他们的钱 还让他们欠一屁股债 很快我就有了想法 第二天我出门 去拆迁办签字 拿到钱 又找到同学 借用他加空房子 让搬家公司 把我的家当全部搬进去 买一个保险箱 和银行预约取钱 打印一份拆迁补偿合同 把数额修改成一千一百万 为了真实一点 还有整有灵 期间他们一直打我电话 我调成静音 就不接 急死他们 我去学校找到导师 拒绝了出国学习的机会 还提出要休学 导师忙问我是否遇到难处 若是学费不够 他可以和学校申请 等我毕业后还就行 老师 我怕是要辜负您一番心意了 许愿 你有做学问的天赋 别为了一些短暂的挫折而放弃 你有什么难题和老师 老师能帮你绝不袖手旁观 我知道 只要出手 我这辈子就不可能再有一份光明磊落的工作 更别说考公务员 做老师 教授 也可能很多年后 还有人翻出来攻击我 但还是拒绝了导师 办了休学 在范女士快要崩溃的时候 我接通电话 怨怨 你在哪里 我漫不经心地问 在外面吃饭 怎么了 在什么地方 妈来接你 不用 我自己打车回来 回到他们的家 我把拆迁协议给他们看 他们只顾着看那一千多万 掰着手指投鼠 至于其他地方是否合理 他们可不管 眼里只看见钱 愿愿 钱什么时候能拿到 一个月左右 他们虽然有点不高兴 但想着一个月后 就能入账一千多万 又欢天喜地地说 晚上要去吃大餐庆祝 更对我说海鲜鲍鱼随便吃 我说道 我还想要个金手镯 奉差也要一个 以后做嫁妆 范女士犹豫啊 但还是沉默片刻后 行 妈带你去买 周成媳妇也想要 被她恶狠狠瞪了一眼 饱餐一顿后 直奔金店 金手镯一个 金钗一只 七七八八的东西 加起来超过六位数 我看着范女士捂着心口 快要喘不过气来的样子 冷冷哼了哼 哄她说 明天就去看别墅 范女士瞬间又满血复活了 第二天 我们去看别墅前 先去车行 周成要买宝马 周老头说 要买奔驰 我站在一边嘟囔了句说 要不一样 买一辆吧 一个月后提车 先付订金两万 两部车四万 范女士付得没开眼笑 脸上皱纹都多了几条 周成对着我是一口一个结罕的亲热 然后我们就去看别墅 大的太贵 小的太小 总之就是看不好 这怎么行 不把他们的钱哄骗出来付定金 以后怎么山穷水尽 分文不剩 有个别墅真心不错 独栋 面积大 带花园 装修豪华 价格还合适 人家要订金十万 这帮子人 根本不知道订金和订金的区别 喜滋滋地付十万 就等着拆迁款到账 买房买车 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 我都还没来得及出手 周成居然迷上赌博 也不能说是迷上的 而是他到处宣扬 他即将有一千多万 家里买房买车后 都还剩几百万 从此他也是有钱人了 社会上的人 三教九流 自然就盯上他 连哄带骗 先让他赢了不少尝到甜头 一下子就再进去 输个金光 还欠下几十万高利贷 真是太棒了 周成焦虑得很明显 回家垂头丧气 说话有气无力 还魂不守舍 时不时往我身边靠 殷勤给我跑腿 嘘寒问暖 打听拆迁款的事情 我看着他嘴角起火炮 黑眼圈堪比熊猫 我心里瞧不起他 面上还装模作样 关心他说 还有几天 你不要急 实在急需用钱 各个借贷平台 借个三五千周转 应该没问题吧 我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他颠颠地就去了 然后又两天不回家 回家就睡觉 醒了去范女士 他们屋子翻箱倒柜 然后鬼鬼祟祟出门 我知道 他一定是偷了 范女士的精气 为了怕他们以后冤枉我 我十分好心地 在屋子里装了针孔摄像头 把这一幕拍得清清楚楚 万事俱备 我也该走人了 我把自己那些精气 全部收拾好 跟范女士说 出门买点水果 她看着我行李也没拿 就带着一个手机 没当回事 还喊我早点回来 我当然不会回来 永远也不会了 我直接住到酒店 再没看着他们互相埋怨 撕扯 殴打 没有把那姓范的送去监狱前 我不会离开县城 我看着监控里 开始不断给我打电话 着急的范女士 变化打不通 范女士急得身子 一软坐在沙发上 给她丈夫打电话说 老头子啊 许愿那件丫头跑了 什么 你快去找 快去找 一千万啊 这死丫头 等我找到她 定打断她的腿 一声怒吼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觉到 对方的愤怒和无情 范女士立即 给两个女儿打电话 问我有没有去 她们那边 许愿 没有啊 她根本就不联系我 即便是亲姐妹 我不认她们 她们热脸贴冷屁股 贴了几次 见捞不到好处 也就不再搭理我了 人性便是如此 范女士给周成打电话 周成不知道 缩在哪个角落里 接到电话的时候 十分不耐烦 妈 干嘛 儿子啊 许愿不见了 听听胖胖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是周成 惊慌失措的声音 妈 什么叫许愿不见了 她不是在家里吗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居然让她跑出去了 她现在是人吗 她是一千万啊 周成不分青红皂白 先把她妈责怪一通 又抱吼一声 赶紧找人去啊 范女士直接被吼猛了 慌慌张张的连鞋子都没穿 就跑出去找我 我呼得笑出声 笑得格外开心 看来我骨子里跟他们一样 冷酷无情 冷血无意 警察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在酒店餐厅里 吃着美味佳肴 许愿 警察叔叔 我是许愿 您吃了吗 要不要坐下吃点 警察认真打量着我 先让我拿身份证给他看 才一字一句说道 你母亲报警 说你有精神疾病 会伤人 警察叔叔 您看我像是有精神疾病的人吗 我笑得格外天真无邪 您要是不信 可以出几个问题考考我 看看我是正常人 还是神经病 警察叔叔 我可以报警 他们想对我谋财害命吗 那一家子没有三观伦长 眼里只有钱 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派出所备案 但凡我出事 第一嫌疑人就是他们 也要找个拳脚功夫厉害的人 暗中保护我 万一他们强行把我囚禁 或者送去精神病院 能有人第一时间救我 世上有人六亲不认指看前 对我毫无真心 也有人把关心挂在嘴上 放在行动里 我当然知道他的心思 只是我这种烂泥里的人 又怎么配得上他这般角角明月 可我周围 能在危急关头 拉我一把的人 也就只有他了 从警察局出来 我请他吃晚饭说 我何德何能 让学妹破费 他笑得爽朗 反倒衬得我像阴沟里的老鼠 纪师兄 有事找你帮忙 定不推辞 我已经借了他的房子 现在又要麻烦他 随便点 别客气 纪离看我一眼 笑着点了几样 我开车来的就不点酒了 纪离把菜单递给我 大半是我爱吃的菜 我又加上两个硬菜 这是我第一次铺张 但我觉得应该好好请纪离一次 等菜的功夫 我和他说起我的身世 还有周家那些烂人 我本来想着这一辈子相忘于人世间 但他害死我奶奶 我深深吸口气 当时确实没有证据 可他在我家附近出现过 我奶奶年纪大了些 但是身体硬朗 他摔倒的地方 我仔细看过 并没有滑倒的痕迹 我每一次想到奶奶都心如刀割 纪离把温水推到我面前说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我是你纪师兄 总归是站在你这边的 只是许愿 别拿瓷器碰烂瓦 你好好读书 前途无量 纪师兄 我已经拒绝了去国外学习 还休学了 纪离沉默了 好一会后深深叹息道 但愿你将来不要后悔 只要能将那一家子弄到家破人亡 分崩离析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他们有什么冲着我来 我兴许还能妥协 但他害死我奶奶 我不会放过他 纪离送我回酒店的路上 我们都沉默着 我想他应该是看不起我 并放弃我了 我不怪他 我这种臭虫 没有正常男生会喜欢的 我感激他最后能帮我一次 告别 下车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腕说 许愿 我看向他 他的眼眸 在霓虹闪烁中 绚烂又夺目 我心跳如骨 许愿 你很聪明 应该知道 我对你的感情 等你这些事情了 跟我一起出国吧 拒绝 就是将他推开 永远不再谈情 答应 便是同意交往 我做的事情 就得有所收敛 许家不会让一个手沾鲜血 恶贯满盈的女人进门 我会考虑的 我站在酒店窗户边 看向楼下 许离的车还在 他斜靠在车边抽烟 隔得远 我看不清楚他的样子 但我还是给他打电话过去 许离 对不起 我做不到为了你 就放弃报仇 奶奶的死 得有个交代 性犯的要么家破人亡 要么他去坐牢 他得为自己的犯罪付出代价 电话那头沉寂许久 许离才闷闷说了声 我知道了 他再不说话 也迟迟不挂断电话 我轻轻呼出一口气 毫不犹豫挂断 过了一会 许离发给我微信 他说 有事说一声 随时都在 我想 以后即便有事 也不能再找他了 都拒绝了 再吊着人家算什么呢 范女士电话打来 我拒接 她一遍又一遍地打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 任由她打 看到监控里的 他们焦躁黄黄 来回踱步 相互指责到 互相谩骂 都没动手 差评 清早 既离又发来信息 给你找了两个人 这是他们的资料 你们先认识一下 有事给我打电话 一男一女 都是退伍军人 本事不必说 千金难请的那种 照片以及他们开的车 我们简单碰头认识后 他们在我身上 装了定位器后 就各走各的 我回到酒店 范女士已经带着人赌我 这几个人除了范女士 全是陌生人 其中一个举着摄影机 看样子是记者 许愿 妈妈找了你好久 你怎么能让妈妈担心呢 跟妈妈回家吧 妈妈给你买新衣裳 买好吃的水果 买各种各样精气 我往后退好几步 看着她笑出声 笑她是个傻子 笑她一响天开 范女士愣了愣后 扑通一声跪下说 妈求求你 帮帮周成吧 她是你亲弟弟啊 你不能见死不救 看在我生你一场 看见在你们血浓雨水的分上 你帮帮她吧 绝口不提 我帮周成什么 觉得自己跪下求我 加上有人录像 就能拿捏我 我慢条斯里拿出手机 也点开录像 对着她的脸说 她赌博输了钱 借高利贷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拽着她去的 谁叫她蠢 谁叫她笨 你生我不养我 重男轻女 为了生儿子 把我卖给一个 猪狗不如的畜生 害我差点被她侵犯 你装什么呀 你贵我我就怕吗 你制造舆论 我就会慌吗 你忘记了 我骨子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 冷酷无情 不讲道德 你找记者来拍 好好拍 让世人看看 你到底什么个德性 卖了我 还卖了你另外两个女儿 缺德老东西 她这点道行 我是一点不害怕 甚至隐隐带着激动 终于撕破脸了 你说什么 范女士惊呼 显然不敢相信 周成赌博输了 借下高利贷 你胡说八道 我要撕烂你的嘴 让你污蔑阿诚 她要朝我扑来的时候 我快速后退 看着她摔个狗吃屎 鼻子磕在水泥地上 瞬间流血不止 我心中畅快 她没跟你们说吗 她赌博输了很多钱 还偷你的精气去卖呢 我笑道 你这般宝贝的儿子 你应该不会怪她的吧 你胡说 她怒吼着 胡乱地抹了一把鼻血 哆哆嗦嗦摸出手机 给周成打电话 那记者上前来劝阻 被她挥开 记者的脸色瞬间十分难看 狗咬狗 一嘴毛 电话一接通 她披头盖脸赤问 周成 你是不是去赌博 还输了很多钱 电话那头 周成应该是承认了 她撕心裂肺吼出声 你要死啊 你怎么可以去赌博 我们家什么情况 哪里来的钱 给你还债啊 作孽啊 我保存录像 默示她朝酒店走去 她忽然威胁出声说 许愿 你就不怕我去你学校闹 让你读不成大学啊 从我设计引他们入局开始 我就料到他们会拿我读书说事 我已经退学了 毕竟我可是有几百万拆迁款的人呢 节约一点足够我用一辈子了 几百万 范女士泥男出声 呼得双眸圆瞪 不是一千多万吗 你可真傻 就一间屋子 又不是寸土寸金的海市 怎么可能一千万 合同 合同 我走近她 在她耳边轻声说 合同是假的 我早就销毁了 拆迁款 我也早就拿到手 我一毛钱都没打算给你们呀 你们以为我傻吗 会给你们钱 是我故意让你们知道 我拆迁款一千万 是我故意设了陷阱 引你们入局的 结果你们太蠢了 居然毫不犹豫跳进来 范女士神情恍惚地退后几步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是你妈妈呀 因为你害死我奶奶 我是来报仇的 我没有 是她自己 她像是想到什么 忽然紧紧捂住嘴 奶奶的死 果然与她有关 她害死我奶奶 我脸一沉 双眸里都是恨意 揪住她的衣领说 是你 是你推倒她 有人看见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她自己摔倒的 我没有推她 我不相信她的话 你说谎 有人看见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让你知道我的消息吗 我是回来报仇的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家里的存款没了吧 周成欠下的巨额债务 那些人很快就会上门讨债 白纸黑字写下的欠条 她跑不掉的 你也跑不掉 我一定要让你坐牢 我松开手 范女士一刻不敢留 怕我真有证人 把她送去坐牢 慌慌张张一个人跑了 连她带来的记者都忘记喊走 我掏出纸巾 嫌弃地擦拭着手背上的血 看向目瞪口呆的记者说 记者姐姐 你想出头了吗 我这边有个大新闻 你要不要跟我合作 记者很意外 我会跟她合作 你追上去 去她家 告诉范女士 她这第一步走错了 应该她得了癌症 只要有钱就能治好 她会找到我 就是希望我能拿钱给她治病 她儿子去赌博 也是为了给她治病 用道德来绑架我 她一定会上当 而你得到热度 流量 最后 你从中发现端倪 原来她说谎了 她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 从我这里骗钱 你看我长得这么好看 却不笑不惕 极大的反差之下 一定可以引来很多人观看 议论 转载 记者脸上染着红韵 仿佛已经看见 她成为大记者 人人推崇 我们到时候怎么联系 我直指面前的酒店 事情没有落下帷幕前 我都住这里 我回到酒店 打开电话 调出周家客厅的监控视频 他们在商量如何拿捏我 实在不行就骗我去家里囚禁我 逼我拿出拆迁款 他们一个比一个激动 甚至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一个个被自己内心欲望 操纵着像个恶魔 果真应了那句 人为财死鸟未实亡 我把视频保存好 又转到实时上 范女士回到家里 对着抽了一地烟头的丈夫哭诉 阿诚赌博欠了几百万 还把我的精气都偷走了 怎么办呢 男人沉默着 不停抽烟 她的手在发抖 最后越想越气 最后给范女士一巴掌 都怪你 没把阿诚交好 想办法把许愿那桑门星哄回来 哄回来做什么 她不回来 你是没看见她 她先前那样子 简直就是个魔鬼 老头子 她知道是我推的那老太婆 还说有人证 你承认了 没有 我怎么能承认 我看着他们的表情 听着他们的对话 我紧紧握住杯子 这一刻 我恨不得杀了他们 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范女士是罪魁祸首 姓周的就是帮凶 周成忐忑万分地回到家里 迎接她的是一顿打 她哭着说 还有办法的 还有办法的 爸 妈 许愿长得好看 肯定有大老板 愿意花钱包养她 我们把她哄回来 迷运送给有钱的大老板 不止我欠下的债能还 还能多出很多钱 要是梅大老板喜欢她 她身上还有那么多器官 她的拆迁款 我们也可以拿来用 那一家三口 肆无忌惮地商量着 怎么一举数地谋害我 我真恨不得他们 立即付诸行动 早点让两只手 把银手镯戴上 记者到周家 问他们可有疾病 如果拥有疾病 我不赡养老人为由 再到网上大肆宣扬 可以让网友人肉我 逼着我不得不掏钱 他们没有道德 为了钱早已经封魔 根本没想过 这其中到底会不会有陷阱 范女士说她来装病 并在视频前说自己得了绝症 说她把我接回家 给我买了很多金子 而我却在得到金子后离开 对他们不闻不问 她得了重病 命在旦夕 也不求我给多少钱 只希望我能陪伴在身边 那情真意切的样子 在网络上瞬间掀起惊涛骇浪 网友肆无忌惮地评价 诋毁我 还开始人肉我 大数据是个可怕的东西 很快我的学校 包括我被奶奶领养 小时候跟着奶奶捡垃圾的事情 都被挖出来 还有最近拆迁仪式 更是让网友提出异议 既然疼爱 为什么送人 这些年不闻不问 拆迁后出现了 我怎么闻到阴谋的味道 我支持楼上 也有同学老师出来 为我说话 我是许愿同班同学 她读书特别努力刻苦 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 奶奶收费品养活她 供她读书 她身上的衣裳 都是别人不要 但是洗得很干净 还在食堂干活 待人也落落大方 比赛都是第一 我是许愿老师 她是我教过最有灵气的同学 刻苦努力 积极向上 越来越多同学老师出来 帮我说话 还打电话关心我 范女士出现在酒店门口 哭着喊着求我见一见她 我下楼来的时候 记者 网红 坐自媒体的人 就像秃就见到肉 一窝蜂地上来 许愿 你可以说一说 为什么不认范女士吗 我对范女士说道 你不是说要我回家吗 我大学还欠几万学费 你给我付了吧 还有银行 我还欠着十几万 你也给我还了吧 世人都说 给我发五十红包 看看实例 你漂亮话说得这么好听 你把债还了 证明你爱我 不是为了我那点拆迁款 我就跟你回去 给你送中 她要是敢应下 就得认 不对线 有的是网友网报她 怨怨 你怎么能这么误会妈妈 妈妈 妈妈 她也配 真是脏了妈妈这两个字 你还有钱吗 周成欠下的赌债还了没有 你们买房 买车 付出去的定金 拿回来了吗 你说自己得了绝症 你在哪家医院检查的 有病历吗 你把病历拿出来 让我看看 几个问题 问得范女士脸色发白 你们的打算 我什么都知道 我拿出手机 拨打报警电话 我要报警 你报警 你报什么警 范女士说着 要来抢我的手机 我的身后 一个大喇叭里传出声音 刚好是他们在客厅里 商量怎么对付我 她先是一愣 然后发疯一般扑过去 要把喇叭抢过来 不许放 不许放 我看着她 像个疯婆子一般 追着那喇叭跑 更可怜她 是个蠢货 做这些的时候 就她一个人单枪匹马 冲锋陷阵 她的老公 儿子躲在后面 坐享渔翁之力 那些想要流量的 跟在后面 希望得到更多 劲爆新闻 我扭开头 泪如雨下 就算把她逼疯 逼死 送进监狱 家破人亡 我奶奶也回不来了 范女士被抓了 对于推倒我奶奶的事情 她供认不会 等待她的就是几年牢 卖车子 房子的定金 周成父子两去撒泼打滚 人家不愿意退 尤其是卖车子的车行 几个人把周成父子打了一顿 吃了亏 他们就不敢上门去闹 卖房子的中介愿意退一半 还是看在他们鼻青脸肿 可怜兮兮的份上 周家开始卖房子 给周成还债 周成媳妇跟他离婚了 孩子也不要 直接回娘家 那孩子又调皮 又没眼力见 还自私自利 简直把周家骨血里的 恶劣 继承的淋漓尽致 周成把孩子丢他大姐家 大姐给送回来 说不能被一个孩子 毁了自己家庭 他送去他二姐家 大门都没能进去 我把那几件精器打包好 去见周成 他瘦得只剩皮包骨 看着我就哭 为什么成这样子了呀 因为你们贪婪 愚蠢恶毒 你妈背着一条人命 没有一点愧疚 还敢往我面前凑 落得今日下场 都是你们自找的 房子没了 存款也没了 只能灰溜溜回乡下去 这一辈子基本上 算是完蛋了 成也是我 败也是我 都是报应 我觉得解气吗 并没有 范女士没以命抵命 我永远不会解气 我把精器丢给周成说 东西还你 从此我们两不相欠 永远也别再找我 至于她拿着精器 要做什么 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嫌这些东西脏 导师给我打电话 说名额还给我留着 希望我慎重考虑 要不要出国深造 老师 谢谢您 我愿意 我手里有拆迁款 却不敢乱用 甚至无言去用 既放在寄离房子里的东西 我打算搬走 寄离问我 搬去哪里 我没有房子 外面租的房子 也不一定安全 你那房子 能不能租给我呀 可以呀 亲情价 一签一个月 多谢 她问我出出国的事情 嗯 已经在走签证了 签证好 就走 还会回来吗 会的呀 奶奶留下的东西 没办法带走 骨灰也安置在陵园 如果定居国外 要回来带走 回国不管在何处安家 也要带走 那些东西是我的念想 是奶奶对我爱的传承 寄离说 那 那助你前途似锦 我愣了愣后 也连忙说道 也助你前途似锦 签证下来得很快 我坐上飞机离开那天 我觉得自己看见了寄离 我想 她应该是来送我了 只是怕我想多 所以没有出现 如果 如果我学业结束 事业有成 她还单身 我会勇敢一下 如果那个时候 她身边已经有别人 我会祝福她 除去前途似锦之外 还夫妻恩爱 子孙满堂 三年后 女士们 先生们 飞机已经降落在 萧山机场 外面温度22摄氏度 我推着行李箱 接着季佳音的电话 愿愿 你到了吗 我在出口了 嗯 我看见季离 抱着一大树玫瑰花 站在出口那里 看着我笑得温柔 她走向我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季先生别来无恙 不知是否有幸 宋许小姐去酒店 我笑着说道 隐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好久不见 了 请不吝点赞